各位議員 現在進行我們今天第三個議程 引誡和一般性討論和表決人權條約 及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推廣教育和宣傳法案 現在請提案人高天使議員再有關的引誡 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以下我們會引誡 我們關於人權條約及國際勞工組織公約 推廣教育及宣傳的法案 我們一直都非常關注政府向聯合國 和國際勞工組織負責的各國際機構提交的 關於澳門特區實現人權及國際勞工權利的報告書 以及這些機構就有關報告書所作出的結論及勸喻的 很不向地據這些報告的分析結果情況是較以往差的 受說出的國際機構就越來越關注澳門特區在人權及國際勞工權利上的情況 而且他們在審議中的措辭也都越來越強硬的 因為澳門特區尤其在勞工的基本權利及家庭暴力的事上 明顯存在違反人權條約及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行為 國際機構似乎也都已經明顯不信任澳門特區沒有兌現的承諾 例如特區政府過去曾經承諾過會制定公會法 會消除對婦女的 其實公會法是我們《基本法》第27條規定了的 會消除對婦女的歧視 會打擊對慈南卡勞工的歧視 那究竟這些承諾許下了又有多少次呢 實際上也都做了什麼呢 據所知完全或者幾乎什麼都沒有做過 根據《基本法》第40條規定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以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是在澳門生效的 也都幾個月前我們看到 日耐瓦就澳門特區履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所做的分析 很不幸地當中 提出了一連串影響特區 以及它的國際形象的猛烈評擊 對於事實 我們是沒有理會去推翻的 隨著憂慮不斷地增加 我們是聽取了很多舉文的意見 而他們大部分都表示痛心和擔憂的 或者較多人支持的解決方法 就是在問題未出現之前就要作出預防了 澳門的所有人 包括在這裡居住和工作的人 不論你是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或者藍卡的人士都好 都有需要好好地認識自己的人權 以及在澳門生效的國際法的 學校也都需要教導學生 認識它自身的政治和公民權利 但是可比的就是很多學校都沒有這樣做的 就連民間社會都很少這樣做 尤其是透過教育期青年局也好 它這個局也忽略了這個問題 也沒有對澳門學生的公民和政治教育不足 給予重視的 與其事後壓制或者單純地提出批評 不如我們預早行動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 居民對它權利的資訊和認識越多 這些權利就越受到尊重 以及越少被侵犯 侵犯少了 就可以更好地在澳門生活 而國際組織對澳門也會另眼相看 從而使澳門更受尊重 也使更多人有意來澳門旅遊和投資 以上就是這份簡單的法案 希望達到的目的 法案雖然是簡單 但是對澳門特區和我們每一個人 尤其是將來引領我們未來的年青人 是意義重大的 希望這份法案能夠在全體大會上獲得通過 並且在這裏才表明 對於議員改善法案的建議 給人持完全開放的態度 在細則性審這法案的時候 將會分析各個的建議務求去完善法案 多謝 現在我們進行人權條約及國際農工組織公約的推廣 教育和宣傳法案的一般政府 請大家發言 謝謝 謝謝 各位同事 我已經看過高議員的法案 我就有些感慨 就是我們每一天 我們開過電視機看澳門電視的時候 看新聞 下午1點30分 和晚上7點鐘 開播的時候 一定有人唱歌國歌 那時候很多青少年 很多小朋友出來 很開心出來 那個教育就是叫我們愛國愛澳 但是其他那些國際公約 基本法 不要歧視新移民 愛美工 那些環保法 其他那些國際公約那些 政府就好像很忽略 但是這些實際上是 應該要貫輸在學校 給一些年輕人知道 這些國際性的問題 不是說 愛國愛澳 這樣就可以了 尤其是現在 我又感覺到 因為我們的會 最近有很多大學生 在我們的會 最會實習 我的程度比較低 不怪 現在有大學生來到 程度很高 但是他們來到 我們有時候問一下 澳門基本上的常識 多少個師長 很普通的 多少師長 我們不知道 師長 那時候叫什麼名字 也不知道 居然 有些 連特首 他都不留意 第一 他問他 現在特首是誰 他可以說了上一日 沒有那個名字 接著都說 不是 是這個 我想 看來這個教育 那方面 應該要加強 加強這個基本上的教育 不是很多的學生 或者市民 出到外 就被人看少 很簡單 現在來香港 香港的市民來到澳門 都可能看少你澳門人 尤其是去到那些 博企的企業 全部管理人才 管理人才 不是馬來西亞就是香港人 澳門為什麼會這樣 澳門就是 因為雖然他讀書有訪問 比如英文程度也不錯 但是那個視野 國際的視野 是比外面人低很多 不要說香港 現在連珠海 中國上面那個人 大學生那個視野 國際視野都比澳門高很多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感覺 現在我們澳門 經常都說 一個國際城市 連向這個 保全開放 連向這個國際城市 有幾千萬人來到澳門 旅遊 但是 你想想看 我們那個 工作上 主要的中產 中產那個 領導 領導階級的人士 有多少在澳門 尤其是在博企 出身來電視講 講的 尤其是最近 講最近 這個博彩業 很多出來 有示威 有談判 所以談判那些人 哪些人 不是澳門人 那些領導層 不是澳門人 是香港人 馬來西亞 美國人 澳門的人 是示威的人 其他就沒有 所以我覺得 教清局這方面 要履行這個 國際公約的事 聯合 給學校 學生 由小學開始 最低限度 基本法 都要教育 基本法 都沒有的 你想想 怎樣能夠成 我們說要 市民遵守 基本法 基本法 原來他們學 對讀書那方面 他們沒有基本法 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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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次的方案 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來去 輸入特區政府 有關宣傳教育的國際人權 還有國際勞動組織的國際協議 還有有關法例的 這個是我們 我們因過去教清局 非高等教育裏面 所指出未來的二十年 去到二零二零年 體驗到出來 是沒有政治的教育 給我們的年輕人 後浪推前浪 是我們的目標 也是我們不救將來 我們希望年輕人 是有這個視野 有關的國際人權的公約 有關國際勞動組織的公約 是幾百個的 但是在澳門 有關的教育和宣傳 是非常之薄弱的 是體現不到 是特區政府 是有努力來去做 這次這個方案 是希望賦予特區政府一個權利 和義務和責任 最緊要義務和責任 來推廣在學校 在高等學院有關的公約 使得他們出來做事的時候 明白到我們澳門特別行政區 在國際性股意 是什麼地位 而裏面國際性的協議 對於我們澳門 基本法第四十條 所謂國際性的公約有約出來 包括我們基本法第二十七條 公會法集體談判的需要 國際勞動組織的九十八和八十七號的協議 亦都在澳門是有約出來的 所以基於這個原因 我們這次提起這個方案 是希望特區政府加倍努力 得到將來做多些宣傳有關這方面的教育 使得提升我們澳門年輕人的知識 以及各個視野 所謂國際勞動組織公約的推廣教育及宣傳的法案 進行一般性的副表決 有關的法案是不獲通過的 有沒有表決聲明 鄭安庭議員 謝謝主席 本人對於高議員提出的這個法案是反對票的 原因是特區政府對於很多國際工藥 都有著推廣教育及宣傳的責任 而我認為普法的事務 應該交為法務局加強推廣及教育 是比較適宜及實際 況且如果依照提案人的理由陳述所指 法案內容的只是預防性質的話 更未至於推置立法規範的層面 多謝 徐安骨議員 多謝 澳門的人權及勞工權利及自由 是受到澳門基本法高度的重視和保障 基本法第三章 詳細了澳門居民的權利及義務 合共了二手提前 除了第四章政治體制外最多的條文章節 說明了基本法對居民的權利及自由的重視 我想要令到居民正確了解自身權利及義務 基本法其實已經在基本法更值得我們推廣及教育 小部分人仍然有意無意地曲解基本法的核心精神 更不知所謂搞什麼民間公投挑戰澳門的法律 就連我們有些議員的同事 告基本法也都是一知半解 我相信假如這個法案改為教育通廣及宣傳澳門基本法 較為實際 好像剛才劉林仔議員所說 相信會能夠獲得較多的支持 多謝 唐曉晴議員 謝謝自己 各位同事 作為法律人我對高議員這個抱發熱情是非常讚賞的 如果以立法的形式去弄一些強制的措施之類 要令到這個教育機構朝著一個特定方向去宣傳這個法律 我相信這一個教育的理念可能有些衝突 所以我相信這個反對條 王婉輝議員 多謝您的請教育 這個法案我是投入了反對條 那就是因為首先 這個法案人 提到這個法案 在不夠23-24 我們也會一般承受到 這個法案 從當時 這個法案被否決之後 就有關被他聲明 根據有關被他聲明的情況 那麼提案人就現在的法案根本是完全是沒有作出 這個法案 除此之外 我亦都不認出提案人透過李宗盛所說的立法 是法律推廣聽的 而推廣聽正正是針對在澳門去推廣法律去進行履行有關這個人的職責 那麼事實上看回法務局的有關一個案件 那麼其實 從2012至2013年 在中學和小學舉辦不同內容的補法過程 就超過400強 參與學生的銀數是超過17000人 當中不缺不妨礙作和工作方式的活動 除此之外 法務局下面的法律推廣 就是補法團體和補法動力的義工團隊 亦都持續不願地舉辦不同類型的校內和校外的活動 例如廣告和工作坡 向小學、中學台、市民大中推廣本屋的法律 並為 接用於本屋的國際公約和人權公約 其中在小學推廣活動中 主力是宣傳提供 有關一國兩制基督法台本屋的居民權利義務 和有關國際人權公約中的移民權利 在中學教育當中 主要宣傳教育基督法、青年犯罪、勞動關係法、國際人權範圍等事業 在社區埔法方面 亦都是跟有關人士、有關社團 是印製不同的小策子宣傳過每日法律 所以我看不到在這方面 政府是沒有做到不同工作和信任復法 當中當然包括有關人權公約和國際人權公約 所以就這次的理由程序 根本是求不到我們公約世界律法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不同工作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不同工作的 方迫成議員 各位主席 現在是本人的表決聲明 這個法案由高天賜議員提出 主要就是希望就人權條約和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推廣、教育和宣傳進行這個立法規範 就這個上述的國際公約 其實本澳已經有相關的部門 是需要承擔這個相關的推廣和宣傳的義務 可現在又再專門立法去規範這方面的工作 可能比較多餘 更亦都是沒有這個必要性 否則目前本澳參加的國際公約已經或有數十個 如果每個公約的宣傳推廣都要專門立法去規範的話 相信難以做到 亦都是不科學的 那這個高天賜議員 亦都是去年四月份提過這個法案 亦都是被大會去否決過 那作為一個新人 其實我都 雖然過去沒有參與過 但是今年拿到這個議案 我都會去查一些受的資料 都會去看回 但是看回這一次的法案 似乎是一致不漏 或者是跟以前的法案文滿是一模一樣 一個字都沒有改過 我都不知道高議員怎麼去看這件事 怎麼去對於過去在大會上 議員提及到的一些見見 或者是一些想法 為什麼沒有在這次裏面 去進行一個法案的修改 所以基於以上的這些理由 我們投靠這個反對方 Furtooth male 透露它的欺瞭 高天賜議員 itech ean rage sce 多謝 是 亁下是王傑晜議員 跟本人的表決聲明 因此根據高天賜議員所提出的這個法案 從精神上見 我想普法工作實際上是非常重要 但是也看回奧門適合的一些國際公約 并不单止所指的 由高原所提出的这个人权权 和国际劳工的组织公约 其实我们看回了很多一些海上教育 经济范畴的一些国际公约 另外其实包括有很多现行的一些法律 例如基本法等等 其实也都在现在里面 也都在不同的包括学校等等 进行有关的这个推广教育 和一些宣传普法工作 如果就是为了单一这个法律 去立一个的法 可能在这方面 似乎也是一个不是太妥当 另外一方面也都看回 在整个的一个高议院所送上来的 今次这个法案 在2013年基本上可以说 都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基于一个普法的工作 我相信我们是认同的 但是对于高议院所提出的这个单一 并没有一个周长的考虑 以及在条文上面 并没有吸收到我们过去议员 对有关的法案的一些意见 所以我同学建计议员 都是投了一个棋权票 但是在这方面也都 在有关政府的有关部门来说 我相信对于有关的普法 宣传、推广、教育等等的公民的教育工作 以及培养下一代 对于相关意识的提升 那方面 我想今后在有关的工作里面 也都通过社会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参与 使得我们的公民的教育 能够更上一个台阶 谢谢 各位议员 今天我们的三个议程 都全部完成了 今天是8月13号 那么按照我们法定的会期 就会开两个时间 大时间的第一个会期 如果没有大别的事项 我们大会就不开了 那么小组会就剩下两天 不然都可以再继续 对吧 那么在这儿 我是多谢大家对我观众的支持 希望大家在一个两个月的假期 以及有一个很快的假期 在这儿都是多谢我们的同学 我们要对立法会 在第一个的工作的支持 我的方案是非常感谢 我能够打到 通线社会的会社会 感谢文明 感谢观看